这位姐 我妈晕倒了 怎么回事 二姐 好 我现在马上回去了 你别管我 我妈晕倒了 你怎么说改名字啊 不改 是吧 那我跟他聊聊 不要 你不要 什么不要啊 你在干吗呢 没有啊 你怎么还不到家呀 不是 我呀 正在那个往回赶的路上 不是 那个 我呀 那个现在这个公司啊 这个项目啊 就出了点问题 我一直半会儿走不开 那个 大姨怎么样了 大姨现在好多了 你怎么说话语无伦次的呀 没有啊 我 我 我呀 就是最近这个工作 不是特别顺 我先挂了 我还得开会呢 好吗 你等一会儿 那你忙完了赶紧回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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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啊 好 拜拜 你干什么你啊 姐 我妈怎么样了 现在好多了 李叔在里边陪着呢 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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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没事 没事 就血压高 喝了药降下来了 妈 都如我不好 都如我给您弃成这样了 妈 我答应你 我再也不跟那个 那个画家来往了 你说话算话吗 算话 等我一好了你又再继续 是不是 不是 妈 妈 我知道她怎么回事了 怎么回事啊 她是一片子 你看 你看 你怎么确认的呀 果然她就 就假扮成那个黑车司机 跟她接触 然后就了解到她这个为人了 妈 你看桃子 妈说得准不准 准 今后你听妈的话不 听 你说妈这人生和阅历经验 这到这儿就管用了吧 你现在信不信妈的话 信不信妈 您病好了 李叔 桃子 你就是拽着妈的那根线 你好妈就好 你不好妈就倒 妈 我必须得好啊 我必须好好的 李叔 谢谢你啊 你谢谢人家 李叔 李叔 谢谢您啊 幸亏您在这儿呢 谢谢啊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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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妈也好啊 就一切都好了 妈 我好好的啊 是这样啊 怪不得那天素梅歇斯爹里的呢 这画家还真是你给介绍的 我托李逵给介绍的 不过李逵对那画家的底细 也不是那么清楚 你说现在那年龄合适的 单身的想结婚的男的太少了 可难找了 那还是李逵给介绍的 那怎么能算在你头上呢 那李逵也只是提供了信息 故意跟结底 还是我把那画家介绍给桃子的 对对对 是 他的事就是他的事 你就别窄了 什么话呀 我不是窄 我就是想知道事实 我不希望平白无故地 把屎盆子扣到咱们宝宝头上 你还说什么呢 多难听啊 你听我说 那就算是你给介绍的 你当初有没有跟桃子说 你不知道那个画家的底细 你看 说了吧 都说了 桃子还愿意跟那个画家相处 知道他一穷二白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是他的事 关不着咱们宝宝的事啊 咱宝宝还做了件好事呢 那薛总部也还说什么 说是咱们宝宝玩命地给撮合 你说实话 你到底撮合没撮合呀 那薛薛啊 你是桃子的好朋友 你当时啊 应该劝你他 冷静一点 我怎么没劝呀 那桃子根本就不听嘛 桃子说这个画家 是他人生当中 第一个想要跟他结婚的男人 他得认真对待 所以就算未来再苦点再累一点 他也无所谓了 他还说要把咱们家南城的阁楼租下来 给那画家当画室呢 他自己出钱吗 那画家哪有钱 他 他给你钱了吗 不过后来我把钱还给他了 你看你看看 咱们宝宝多好啊 我叫子友方吧 他幸亏是租了咱们宝宝的房子了 他是租了中介的 他就惨了 他赔了呀 他应该好好领你情才对 说什么呢 他领什么情啊 算什么情啊 这怎么不算情啊 我们宝宝要玩起混的 就不退给他 他能怎么样 不过 这话说回来 桃子这孩子也真够可怜的 怎么花钱买感情呢 不过这回宋梅终于可以放心了啊 嗯 薛姨当时可急坏了 高薛压都犯了 头一晕就倒地上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昨天下午啊 说是一回家 空荡一声就倒地上了 还好当时家里有人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没事了 都过去了 这事给闹了 我就说他果然不是这样的人嘛 你看 咱们这事给闹了 咱们果然还是把果然给误会了 行了 就用你先知先觉就用你聪明 我知道我在高健这事上我犯傻了 我当时在你们眼泪是不是特别可笑啊 不是特别可笑 是非常不一般的可笑 你太过分了 你不许吓我 你还笑 你看你 你得体验我呀 对不对 我这样的我一恨嫁女 有人过来跟我口口声声地说要结婚 我心里能不有点那什么吗 我这就算偶尔的一失足 我现在是不是把好个损的 我给救回来了嘛 行 爱失足少女我跟你说 这事我后来想了一下 我觉得整件事吧 她跟高健有关系 但是又跟高健没关系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爱上的并不是这个人 你爱上的是她给你的结婚承诺 那句特拽的话怎么说来着 你你爱上的不是她 你爱上的是爱情本身 对 就是这句 但到你身上得换 得变成你爱上的是结婚本身 你知道吗 你就是死结巴勒想结婚 幸亏你没在高健身上耽误太多的功夫 而且吧 坏事变好事 有高健这么一怂人 咱还把果然给试出来了你说 对吧 果然对这件事情她真是下功夫了 我必须得公平客观地说一句 虽然说我这人一直都挺公平客观的 我觉得果然对你 那是不是一般的用心 你能碰上一个对你这么好的男人 你命挺好的 好 什么事啊不能电话里说呀 这也得找单位来 不过我妈叮嘱我了 非得让我当面跟你说了吗 那有什么话那就说吧 明天晚上她让你上我们家吃饭的 她说她要谢谢你 不客气 谢谢你 把该铲除的人给铲除了 为民除害来着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不是 这都不是我应该做的 就是反正应该不应该我也做了 不过我妈明天晚上请你吃饭 你到底去不去啊 算我们单位吧 最近年 明天晚上六点半你还去不去 老张 老张 没事吧 没事才怪 好 这虾来两斤 那一斤就够了 两斤 好 两斤 好 两斤 宝贝啊 你说你就抓着妈的命门啊 你说你有点事儿妈就一下子就 你要一好妈就好 咋子 这两斤 行好了 要不你这一会儿 我把这个全给你说了 这鱼要一条大点的 然后这个鲍鱼要多少十只 要不了那么多 我说他爱吃海鲜吗 谁说他爱吃海鲜吗 你说的呀 我说过 算了你就说过 你不能突然间一下对他这么好 吓着他 怎么突然间呢 妈这人是有原则的 对吧 这都有前因后果的 妈是爱赠分明的人 我跟你讲 平时咱该省的省 今天就必须隆重 你别管了 我妈花钱 那个小姐 这个螃蟹这来六只 六只 你记住了吗 六只 十二只 两只一条 记住了 要大点的对吧 大点的 对 好好好 那我们转一下就回来 把这个鱼还给我杀了 那行 保证你满意 对对对 给我摔好了 好好好 回来 不 阿姨 您好 很久以来我一直对您心怀敬意 总惦记来看看您 没想到还能够接受您的邀请 把我邀请到您家中来做客 我真是非常感谢 阿姨 关于帮助桃子 识破那个败类画家的事情 您还对我这么样的感谢 做这一大度的菜 我真是太感动了 其实阿姨就这件事情 我认为只要是一位优秀的 富于正义感的 有聪明才智的 能够见义勇为的公民 这都是应该做的 其实阿姨您看 我跟西风 我们哥俩这关系您也知道 另外呢就是我和您的女儿 桃子 我们两个人这几个月建立起来的情深意切 情深意切这字不好 不准确 浓情蜜 深厚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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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准确 这个不顾 我跟您真的 我跟您这个做菜的水平 比我妈比我爸那都强 不能替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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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以为什么事呢 您请果然吃饭 我在这不合适啊 哪儿哪儿不挨着你 这人就是 李大哥 坐哪儿 坐哪儿 怎么不合适啊 你不在才不合适呢 要怎么问你叫来呢 你又不在就我们娘俩请她吃饭 那她在多想以为我们上感 怎么着似的 你明白没有 就是一个感谢 她又不是女婿登门 也是 不过 这也跟女婿登门差不多了 果然对桃子那么好 走到一起那是早晚的事了 你信不信 李大哥 你可不是这样说话的人呢 你凭什么这么说啊 你根据什么呀 你看啊 我跟她爸爸 郭长山 是好朋友 果然这个孩子我早就认识了 我一直觉得这个孩子好 人品好 朴实安厚 没说的 是 她对桃子的还是可以 你看 通过这件事呢 我倒是对她也有了另外一点看法倒是 嗯 但是 这其他的条件 这太提不起来了 这人也是啊 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也没有特别完美的事 你说有吧 我说远了 说远了 不提这个 十十九不周 不不不不不不说这个 反正今天就是这样 就是随便吃顿饭的感觉 知道吧 就是你们就掺和着 然后你帮我拔个眼 看看他们俩在一起的感觉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阿姨 非常高兴啊 就是再次见到你 确实你也知道 你看我跟西方文哥俩这关系 另外就是我跟桃子 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确实你 您根本不用说请我吃饭 这都我应该做了 就是不服 你这念什么咒呢 念紧箍咒 你早到了 也没早到 就提前一个小时了 那么早来干吗呀 就我住在那个地方 就离你妈家特紧 超紧 真的啊 穿得够精神的呀你 平时是也这么穿 走吧 没有帮你拿这个 来 走 我自己拿 我自己拿 我自己能够 人家走的姿势这么怪啊 我走的没怪啊 你这么忙就能拿走的姿势 妈 妈 果然来了 来了 果然 你好 李叔叔 你好 李叔您也在 李叔叔好 你好你好 来就来呗 还拿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 你看都是那个 果然给您买保鲜品降压的 也降血脂 你怎么这么血压高啊 我这血压是这样的 平时呢不高 但是呢 一生气蹭下就上去了 那个李大哥 你平时高不高啊 就生气的时候 没感觉过 不是呢 八一呢 要你把这拿去 你不跟果然都熟吗 你就当他也孝敬您呗 就这样吧 你拿去 这像什么 八一什么时候干我 我这孝敬您 你不客气 什么呀你呢 不是 你这 不是呢 这 咋还有呢 这怕坏 我先往冰箱里放啊 你看这 好幻想 不用不用不用 怎么着 热呀 你要热 你就把衣服脱了 你看这孩子你 别 别这么干在这儿了 上桌吧 就等你了 请 李大哥 你今天这儿可没人给你喝酒了 我这 整天都开车都不能喝是吧 是啊 我开车 没关系 怎么着 我 我得说两句吧 是这样的啊 我吧 我从小我就教育我们桃子 要知恩图报 滴水知恩当涌泉相报 当然这个 果然在高建这个事上 当然谈不上这个 恩了 涌泉了 那样说就太大了 好像咱们太虚了是吧 但是毕竟是干了一件好事 对吧 哎呀 其实阿姨这个人吧 是最讲道理的 一是一 二是二 该怎么回事 就怎么回事 干了好事咱们就该表扬 是吧 人家果然自告奋勇 拔刀相助 挽救我们桃子于危难之中 不然的话 煮成大错呀 所以今天呢 这顿饭哈 就是一个目的 就是要真心诚意地 谢谢果然 阿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应该也得谢 是吧 是吧 这形式有时候 人家还是要的 桃子 你是最该谢的呀 果然谢谢你啊 不客气 阿姨 吃吧 那个 虾 虾那个你给他一个 那个 给虾 李大哥你也吃啊 你吃这个 这 这个可能好吃 这你李叔叔做的 李叔叔最会做海鲜了 给我夹你 给我夹你 给我夹干嘛呀 你不是你 快来 我一直想问你 给我这个纸巾 你爸最近忙什么 也不参加我们活动了呢 我爸可可我妈 就是帮着带邻居那小孩呢 照顾邻居的小孩 我爸我妈帮着邻居 照顾小孩呢 这可想而知 你说他们得急成什么样啊 这就是盼着抱孙子明摆着吗 你自己都抱不成 然后抱人家的去了 果然你这你可做得不好 你怎么不体谅老人呢 是吧 这对你来说 不是举手之劳的事吗 你找个人结了婚 那不就是一切不都全有了吗 一切问题迎人而解呀 对 所以果然你这得抓紧点啊 赶紧找一个你结婚 这个很快就是吧 说到这个 说到这个 说到太会了 对了 对了 看我还忘了这茬了 你有恐婚的毛病啊 现在好点没有啊 真的要是个病啊 我跟你讲真的 你到医院看了 你不叫病 哎呀有病 这就是一种心理疾病 你不懂呢 现在你说什么病 都到医院去问人家给你保密 没事儿 到医院去看看去 真的就不能这样的 你这样万一是发展的严重了 就太麻烦了 还有啊 果然我真是得劝你 就是你今后啊 你要是真是 还有这个问题的话 你看看怎么着 能采取一个什么方式啊 要不在哪儿 说是有个什么记号什么的 就你写上说是 我不想结婚 是吧 咱们还说一遍这个小姑娘 人家一看这小魂 那么帅 是吧 人家以为你是正常人的 其实不是 人家上当受骗 完了姑娘 你说锦绣前程 都给人耽误了 说不好听 人家说你骗子 真的说够你 你说你怎么办呢 妈妈 识相 评相 真是 我还得说你呢 误误 你也得抓紧啊 宝贝儿啊 那个什么 那周六都约好了 三波 三波 完了周日上午两 下午还两个 你要是周六 咱们看上了 那周日就不用剑了 你省得人家在那盼着 叭叭叭的瞅着你 而且呢 还怎么不实现啊 那我跟你说 那哪个都比那个高 高什么高剑呢 哎呦你别提他了 想一千倍呀 都不要 你说我愿意提他 我不愿意提 但你必须得赶紧的 我给你帮一帮你啊 李大哥 我跟你说 你说这个吧 我又忍不住要叨叨 你说这是不是老了呀 这就是到了岁数了 怎么就那么想孙子呢 我们家吧 有一本那个 小孩那个画报 上面都印着那个 小姑娘 小小子的照片 哎呀我就天天晚上 我睡不着觉 我就翻了翻了 结果那皮都让我烦滥了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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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跟你说正式地跟你说啊 今天你赶紧的 你不赶紧的话你就晚了 你知道吗 你抓紧时间 是 赶紧生一个 不管生男生女 妈没有那个传统观念 是不良的 什么重男轻女啊 妈你果然有话要说 什么 谁 谁要跟我说话 果然好几回帮齐一站 你叭叭叭叭叭叭 就给人打断了 人家一看呢 人家要说话接触你脑门 我就是 我自顾自说得太高兴了 果然你不会生气了吧 阿姨刚才说那话 你说阿姨那不是为你好啊 那废话 那快让她说两句话吧 不是她都出汗 不是虚啊是咋的呀 这怎么 要不你把衣服脱下来你 是什么 虚啊怎么怎么说话呢 果然你快说你 你你你你 你这不一直要说话的吗 阿姨巴姨喜耳恭听 你要说什么 说 说 果然你说吧 我都不算来一瓶 我有点渴啊 哎哎哎哎 天哪这会儿 把两瓶都灶进去了 哎呀就是热的 来给你一下 桃子 你整那么多水干嘛 人家来吃菜呢 你这让人喝个水饱 我吃饭 人家还吃不吃菜了呀 我跟你说 这这这这这这这海鲜 你这花多少钱吗 这 还比五百多块呀 妈 你喝那么多红茶没事吧 哎 你刚才到底要跟我妈说什么呀 我就想告诉你妈 我恐怖的毛病让你治好了 你说你们俩可真行啊 转来转去又转一块去了 而且这次更邪乎 你妈娘请你那吃饭还在你们家里边 我们还请她吃饭那是因为高借那事儿 帮我忙了 不代表什么 反正我觉得你们俩挺有缘分的 怎么打都打不散 算什么 你手都没碰过 别够废话了 我就跟你一句话吧 她现在跟你求婚你答不答应 那你说我答应了 又不是我跟她结婚 你得问自己 你内心当中对她是什么感觉 反正我们俩不是一见钟情形的 她这人刚开始见面的时候 太讨人厌了 要多可恶有多可恶 你领教过啊 嗯 我们俩一见面就恰拦都拦不住 然后时间长了呢 我就觉得她这人还有点有点 然后时间越长有点越多 可是要说到求婚 她不玩命地求我 然后不变着法地求我 不求个十次八次 我就根本不考虑 行 你就端着吧 你把人端跑了你就满意了 两个人挺有缘分的 你可得把她守住了 有一句话说得挺好 恋爱呢就像落馅饼 不多翻几个个儿啊 是不会熟的 她说的就是你们俩 还 还翻呢 你把她打到这边 你把她打到这边 把她打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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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球就哪去了 她把今儿休息 给带走了 还是球就再有意思啊 你说小家伙吧 就为你身边这么转来转去的 东问西问的 好玩极了 你说她这么一走吧 这家里头 还觉得空了老的啊 就是 那个 爸妈 我跟你们说点事 就是那个 杨桃她妈 请我到她们家吃了顿饭 什么 杨桃她妈请你吃饭 什么时候 昨天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不要想着再和桃子和好 也不要跟她们家来往 你是不是又背着我 和桃子死灰复燃了 什么叫死灰复燃 你让我把话先说明白 先说清楚行吗 就是让孩子把话说完嘛 就是事情是这样 杨桃不是我那个同学西风的 那个小姨子吗 就是她碰见一个骗子 挺巧的呢 就是让我撞去了 我本来我不想管这事来着 后来一想呢 这个杨桃管我那同学西风 就是叫姐夫 不管也不合适 是吧 我就提醒了她一句 结果她就把那骗子就识破了 后来杨桃她妈呢 就知道了 就向我表示感谢 非要说请我吃饭 我本来说不去来着嘛 但是后来那个西风 就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死活得去 我一看这 再不去就有点不太合适了 是吧 完了那个 我就到她们家就吃了顿饭 那个 但是杨桃她妈 对我也还挺热情的 热情 下套吧 我看呢 是杨桃她妈 又在打你的主意 别以为就是吃饭这件事情 这么简单 就是那么简单 这吃顿饭嘛 这有什么呢 你别打这儿 我跟你说 你以后少跟那杨桃接触 也别想再跟她和好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了 还嫁不出去 她以前是怎么样生活的 谁了解呀 特别是她那个妈 一大把岁数了 整天这个花枝招展的 招风影蝶 就像公园里约你爸跳舞的那个老太太 妖力妖气的老妖精 不是 哪跟哪 你什么事都能往这上拐 你做了病了 不是 妈 你能别老把我爸身上拐吗 我觉得我去人家家杨桃她妈妈 对我挺热情的 另外杨桃 我告诉你 反正像杨桃她们这种单亲家庭 特别是她那个当演员的疯妈 我绝不接受 胡言一说 atroаться 现在就要上咱朵 Choose 你跟我说句心里话 你给桃子到这儿吧 好不好 没有 说实话 好没好 没有 没有 怎么能没有呢 应该有啊 这桃子我在 Roll 但是那购物上我见过 多漂亮啊 大高跟 大眼睛 那脸白劲白劲的 我当时我就想 我在哪儿见过似的 好像一个电视演员似的 儿子 我跟你实说吧 我当年那刺恶标准 就是这个标准 知道吗 就是这个标准 只是可惜呢 反正遇到各种各样的事了 完了也没成 你知道啊 我说实在的 我真遗憾我挺遗憾的 您在大点声 我麻烦全能听见 你这体型很重要 是吧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得抓紧 是不是 这些日子不是你也看出来了吗 我跟你妈可不是一头了 我跟你是一头了 我是支持你的 全力支持 知道吗 您支持我管什么用啊 我支持你怎么不管呀 我说你爹我支持你还不管用啊 当年 我说我要学摄影 我妈非让我考师范学院 结果怎么样 您这支持我学生 支持半天 没用吧 我还是上师范了吧 事实证明 不是当老师的材料吧 后来我又说学摄影 我妈非逼着我考公务员 您再次支持我学摄影 结果怎么样 当公务员了吧 民政局婚姻终结久了吧 您那支持起什么作用了 这 这是 是 我在这方面的力度 我是差一点 但是在这方面 生活这方面 什么婚姻这方面 我 我还是有能力的 这你应该相信我 真的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我做不着的 真的假的 我 我跟你说啊 我待会儿我就去做特殊工作 你这方面一定要抓紧 这到什么阶段了 什么火候了 一定要掌握住 知不知道 这方面我告诉你 你爸爸有经验 随着年轻的时候吧 就这方面 我没做过什么其他 对我亲你妈的事 但是呢 这些东西我了解 到时候有机会咱俩再交流 发展到哪个阶段了 到你跟我说 实话实说啊 行 我去看你们 好 来 来 来 喝杯水 新茶 九十块钱一两的 不是我买的 我呢舍得花这钱呢 老李送的 来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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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尝尽 不喝不喝 你放开 我问你 刚才你跟儿子敌步什么呢 你是不是又想帮他的枪啊 我帮枪我得帮你 我帮他干嘛呀 咱们俩是统一战线 是不是 你刚走 我离门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不是瞒着你妈了 跟桃子好了 他说没有 我说没有 没有那你说你跟桃子是什么关系 他说我就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他说这事我能瞒着你们吗 我能瞒得住吗 说不管怎么说 反正儿子说这话了 对的 咱们做老人的那是可而止 那果然那么大岁数了 对吧 应该给他一片自由的空间 不是 当然这个空间必须在你的掌控之内 你说像果然这么大的男孩啊 该结的都结了 对不对 该生子的也生子了 没结婚的 没生子的 也没闲着呀 是吧 左一个 右一个 跟走路争似的 可是咱们果然呢 自打 那事完了以后 连女朋友谈都没谈过 就连女人正眼看一眼她都不看 你还在抱着说自己恐婚 你说现在的好不容易 跟桃子有那么一点点感觉了 这可就是进步吧 作为咱们当老人的 就应该鼓励 应该支持 不能把她这点点感觉呢 扼杀在摇篮中 恐婚不可怕 我不早跟你说过吗 只要是真心爱上了对方 这恐婚可以改变她 我觉得啊 果然和桃子俩是您有情我有义的 您放心 我这旁观者最清楚 跑不了的 您要这么说啊 我这心就落地一半了 我这忙半天才对了一半呢 那另一半呢 那还不明白吗 谁 果然她妈那呗 果然她妈呀 根据我的观察 她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 果然她只要认定了桃子 我估计她不会反对 我坚决反对 我是她亲妈 我咋不想让她谈恋爱呀 问题是她跟谁在谈恋爱 她是跟桃子在谈恋爱 那是好事吗 不是 那是后患无穷 且不要说她那年岁有多大了 也别考虑她贤惠不贤惠 这个就是她那个妈 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吗 咱儿子要娶了她女儿 给她当女婿 那不得把她给折磨死啊 李大哥 你看我这几次跟她那冲突吧 她肯定那天都喘着呢 都在心里呢 她不都得撒给桃子 我跟你讲 我一想到吧 将来桃子到她那儿去 她折磨桃子 我心里我难受死了 我觉得她都不如折磨我 你别较劲就行 我没较劲李大哥 是她跟我较劲 你还没明白吗 一直以来都是她跟我较劲 现在呢我跟你提醒你一句 现在这年轻人呢 我说你也反心里特别强 是吧 你越让她这样 她越不这样 你让她往东 她非要往西 你让她抓狗 她非要抓鸡 对吧 我说现在这年轻人 我还特别容易走极端啊 特别容易走极端 脑子一惹什么事情 都能干出来 那前一天那报纸上吧 那海淀去了 还是丰带去了 反正就是因为家里大人不同意 那俩人吃好的药 死了 还有一个呢 也是因为这事 那俩人手拉手 从二十八层跳去了 我告诉你 现在就因为这事了 我告诉你 这个上吊的抹脖子的 我说那多了去了 所以说啊 咱们做大人的 做老人的 这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思想上也不能够走极端 你说你真逼急了 我就怕啊 梁山伯宇铸银台这出悲剧啊 在重演 倒是一挺好的儿子 变成护体 飞了 你说那张心不着急啊 后悔不好悔啊 那后半辈就成咱老两脚了 惨不惨呢 是不是啊 好好想想 至于那谁 她妈那事呢 你别放在心上 大个她干嘛呀 这有一大无一大 对不对 八嘴还没一瓶呢 但是咱必须 往正确的道路上 去尽到她 你有这方面的能力 你就忽悠吧 危言耸听 反正为了女儿咱就 高姿态呗 是吧 看看怎么能够 这缓和一下两家的关系 就是再和谐点 所以我就想 能做点什么呢 是吧 要不做的话 那桃子将来 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干嘛呢 你怎么干什么呀 这样 咱们从小事做起 做罐泡菜给她送去 自己亲手做的 她一看 觉得特别亲近 你觉得呢 大哥 好像还真行 是吧 有咱的心意在里面 是啊是啊 咱的诚意 还行 李大哥 真是可以 可以 这泡菜 那谁会做呀 咱也不能在外边 买一盆给她送去吗 她说是做的 那怎么办呀 不会做 我哪会这麻呀 这点嘛 本人愿意效劳啊 你也会做李大哥 烹流炸炒嘛 那什么不会啊 哎呀李大哥 那我可是 太没想到了 这好泡菜 定了 李大哥咱就 做泡菜 你看 你知道李大哥 哎呦我天哪 甩得挺起劲啊 好干的啊 那个安妮她指示 这俩苹果俩梨 还有这个 白菜 这是什么呀 酱 辣椒 酱 对对对 蒜也有 好 现在就开始 拌枝子了 多做点 完了之后 拿去点 我这儿留点 这道工序就完了 剩下就是等待 四个小时以后 接二道工序 是不是 休息 好啊李大哥 来来来 坐着来 喂咖啡茶 这是去北戴河的时候找的 一辈子就喜欢海 哎 就带他去了 看他笑得多高兴啊 什么病走的 脑医学 第一次发病啊 就坐轮椅了 一直就没再站起来 我变成了 李大哥 你 有些事 我特别地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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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怎么会 你怎么会